北京志工举办环保亲子营 让大人和小孩了解地球的破坏 更能够身体力行做环保 缺水的甘树山区 孩子是每天要挑水过日子 住在北京的他们真实体验 这个很重啊宝贝 加油啊 没电的日子要怎么过 两分钟的时间 在黑暗中体悟节约能源的重要 很热 没有风扇 风调了 对吧 没有气息 北京志工举办亲子环保营活动 要一起找出救地球的方法 大人常说的地球暖化又是怎么回事 窝井都是热气的帐篷里 没有人受得了 这次要教导大家减少白色垃圾 不要再用薯胶袋 因为会遗臭万年 它这个很臭 你们现在带的 所以你们没有赶 但是光看到那个烟 可不可怕 有味道吗 有 收钱如果很有必要的话 再用 就是质量用环保的 现在在家就是做这种工作 把塑料袋就是装在一个大袋子里面 然后够它可以回收 透过实验让孩子真实体验 爱护大力资源 从小也从小事做起 大爱新闻真身美之宫 北京综合报道